大家好 我是超人大厨阮俊杰 今天我要爆料 在餐厅里100多块的避风堂大虾 今天用了这个炒料 可以省一半哦 还不止哦 把虾洗干净以后 在肚子上开一刀 它更容易成熟 炸起来以后像一个元宝一样 像这么大的虾 千万不要直接炸 先水里煮一下 才会更嫩更脆 我们只先煮30秒 煮完以后我们过一下冷水 让它蛋白质收缩一下 下一步均匀地撒上玉米淀粉 两勺的量 穿上一层薄薄的外衣 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煎用一下 因为我们前面煮过了 飞过水了 所以我们只要短短地炸它个30秒 就全熟了 如果你觉得我做得对 请帮忙点点爱心 点点赞哦 小料里面呢 我们放了大蒜片 洋葱粒 让它起一点香味 嗯 它像 真的像 做一个避风堂的炒料啊 它至少要花4个小时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炒料 在家你也可以做大厨 里面的面包糠 蒜蓉每一粒都炸得特别脆 这样一瓶120克 也够过我们做两到三顿 烧避风堂大虾 避风堂鸡翅 避风堂炒蟹都可以 倒入大虾 进行简单的翻炒 把炒料包裹在大虾上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做的菜 请转发给你的好朋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